上週日在美南地區喬屋座談會上 駐休斯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家彥處長 再次強調中華民國台灣 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必要性 並感謝美南所有僑團的支持和協助 中華民國台灣從2009年 連續8年以觀察員身份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然而自2017年以來 在中共政治打壓下 台灣一直被擋在世界衛生大會之外 陳處長表示 目前爆發的武漢肺炎 台灣對疫情的處理和控制 再次印證了台灣的防疫措施和醫療水準 將台灣納入全球防疫體系 將使更多國家受惠 也能使世界衛生組織的防疫努力更具成效 WHO我們已經努力很久了 我們一直希望能夠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WHA 能夠充分的參與WHO的機制會議還有活動 因為這對我們的取得像這次以武漢肺炎的例子來說 當我們取得第一手的病情或是疫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台灣是處於一個在亞洲地區是一個國際交通的網絡 進出台灣的人物都非常的多 所以在如果我們沒有在及時獲得像這樣的傳染病的疫情對台灣 台灣2300萬的同胞事實上是很不公平的 那事實上對周邊的國家或甚至更遠的國家 只要跟台灣有飛機可以到達的地方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台灣為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持續努力在國際上獲得廣泛支持 除了邦交國之外 美國衛生部長 國務院資深官員 加拿大總理 日本首相 以及十多個國家的議員也紛紛表達支持 新唐人記者易永齊 美國休斯頓報導 大家看見今天晚上 167 早就有朋國際坦誌 進來 這個約是 若